WIT的創世方舟教學之 挖掘機挑戰古代暴龍 影片分古代暴龍挖掘機 挖掘機與古代暴龍對決 無傷解決暴龍 古代暴龍 創世方舟世界探險中 偶爾會遇到的地表最強怪物之一 不用啟動機關或是召喚 平時就在地上散佈的古代暴龍 血量問號問號問號 怪物血量超過1000 都會顯示問號問號問號 攻擊模式遠距離會施放龍捲風 中距離會丟沙牆 近距離會咬人 會甩尾 會踩塌 挖掘機 破壞方塊改造地形的強力機具 挖掘機除了挖掘外還能跳躍 能跳躍的挖掘機應該只有在創世方舟能看到 挖掘機與古代暴龍對決 挖掘機挖礦這麼給力 WIT就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能不能用挖掘機把暴龍慘飛呢 開始測試 剛靠近就被暴龍丟三個沙牆 接著直接開咬 一個人物就死掉啦 挖掘機附近有太多怪物 目標鎖定在怪物無法搭乘 太多怪物不給搭乘挖掘機 終於搭乘挖掘機 開始嘗試挖掘暴龍 我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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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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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犧牲兩個人物證明了挖掘機無法對怪物造成傷害 但是怪物會對挖掘機造成傷害 無傷解決暴龍 先確認暴龍血條還是滿的 跑到不會被古代暴龍發現的地方 開始蓋天橋 天橋建議用紗或石頭 容易取得又不會缺的方塊 在天橋上能攻擊到古代暴龍的道具 就是炸彈跟火焰瓶 WIT選炸彈 不清楚要多少數量 就準備4組加45個炸彈 炸彈在作業台道具分頁 用6個總礦石加6個煤炭製作 天橋高度夠高 古代暴龍就不會攻擊 帶著炸彈站在天橋上 安心的朝古代暴龍丟炸彈 炸彈傷害數值不固定 傷害範圍18-71 炸彈快丟完換一組繼續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換個位置接著丟 難易度正常的世界丟了104個炸彈 古代暴龍就這樣被WIT炸掉了 不過有不少炸彈都沒炸到 只算炸到的炸彈實際不用一阻 挖掘機挑戰古代暴龍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 YouTube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WIT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綜合